日本捐赠124万剂AZ疫苗 从日本直送台湾 像是及时雨 帮助台湾对抗疫情 没想到网络假消息 却是满天飞 因为影片中 日本万物大臣 茂木敏充的说法 意思是日本政府认知到 台湾当前有疫苗不足的需求 因此伸出援手 但是网络群组却转传成 日本外相在国会被问到 为什么只给台湾124万剂的疫苗 他回说 台湾政府没有想要这么多 只要六月挡一下就好 七月开始 台湾自己就会生产疫苗 而这篇假消息 最早在网络的论坛出现 新竹县的副县长陈建贤 也在群组转发假消息 因此遭到约谈 经外交部及机关署等机关认定为不实内容 此讯息最早从巴哈姆特网站发出 然后经过社群通信软体不断的传递 由某机关副首长也转传给其他民众 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内容只是转贴没有恶意 会配合司法调查 但不光是地方的副首长 连执法人员都转传假消息 万华分局的流行原警也在群组转贴 即使后续将讯息收回 但已经遭人截图检举 分局将会将它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寒送 提醒民众不实讯息千万不要乱转传 为者可处最高三年刑责 以及开法三百万元的罚金